今天我们第一次上课 那这一个课程呢 可能很多同学目前还不知道 他到底是定位在哪里 然后上这门课是用在哪里 然后跟其他课程之间的关系 那所以我想说在上课之前 先把这件事情说明清楚 那各位应该也没得选择 因为这门课是必修课 所以你不能退选 一定要修的 那大致上这一门课 跟其他很多课有关系 他算是一个比较整合性的课 那他属于很多相关课程的基础 那哪些相关课程 我们稍微看一下这张图 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了解 系统程式 它是在讲 各位上过我的课 应该主要是上过上学期有四川 对不对 OK 四川程式 那也就是这一门 那在上个学期 上上学期应该各位上的是动画 动画就跟这个比较没什么关系 那应该没有上过我其他课了吧 除了这两门以外 OK 所以这个系统程式是跟城市相关类的课程比较有关的 但是它跟硬体类也有关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系统程式 我们这边呢 它这里接作业系统 这里接迁入式系统 其实它是一个相关性的课程 就是说作业系统其实是系统程式的一部分 OK 那迁入式系统也是系统程式的一部分 但是这个领域实在太大了 所以呢 就会从系统程式里面分出去分出去 变成作业系统和迁入式系统 那作业系统 虽然是系统程式的一部分 但是它讲的内容可能比我们 今天要上的这门课还要多 所以它其实分出去是很合理 迁入式也是 它的内容也会比我们这个还要多 但是熟悉系统程式的工具之后 你再去上迁入式系统 你就会发现说 很多必要的基础你都有了 譬如说迁入式系统现在开发 大部分都是用GCC在开发 OK 那这门课我们就会教各位怎么用GCC 在开发迁入式系统的时候呢 可能各位会需要一些专案管理的工具 可能需要一些连结工具或载入工具 那这些工具在系统程式里面也就会讲 所以其实它系统程式 其实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系统软体 那这两个一边是教你怎么样子写程式 一边是教你怎么用那些软体 那这两个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就是没有 你一定要用某些工具才可以开始写软体 怎么用那些工具 那些工具的原理 这是系统软体 那怎么样用那些工具来写程式怎么写 那是系统程式 OK 那系统程式讲的 你会发现说它其实不是 是跟视窗程式设计比起来 它并不是只是一个应用的东西而已 它并不是只是一个软体层的东西 那它是属于比较韧体层的 那当然所谓的韧体层就是说 当软体的东西要变到在硬体上执行的时候 它中间会有一些中介的 那那种中介的东西 其实它既要接触软体又要接触硬体 这种东西就是像迁入式系统 就是这样一个领域 那系统程式也是 就是它其实比较属于韧体层的东西 OK 那它又讲怎么样子去开发 这种韧体层程式的工具 OK 所以我们这门课大致上它的定位 它会跟硬体层的数位逻辑 计算机结构和单晶片这些会有关系 那同一层的呢 会有间入式系统程式和作业系统 那往上呢 你已经有了系统程式之后 它就足以支持你去开发 了解一些开发上面软理上面的一些工具啊 特性啊 它的原理啊 那所以系统程式大致上它的定位是这样 那在硬体层以硬体层这部分呢 其实我们如果是制工系的话 我们通常会从数位逻辑开始 然后上到计算机结构 然后另外像FPGA啊 单晶片啊这些东西 那但是制工系通常没有再往下上 往下上的那一个部分呢 往往是其他科系在上了 比如说电子系 电子系呢 它会再往下看就看到电子学 电路学 电磁学这种东西 那电子系当然它有它的范围限制 电子系通常比较着重在这一块 但是呢 它会往上延伸到上面这一块硬体 那也会延伸到一部分的 潜入式系统这边 那但是呢 它们在这一块就比较少 电子系在这一块会比较少 那但是我们呢 是着重是在这一块 这一块 比较上面的这一块 那下面这一块我们就比较少 那这是两个科系 大致上的区别 OK 那当然再往下还是有一些科系 比如说电子系 它们就有一些人 可能会做到偏材料方面 比如说液晶荧幕之类的 这种东西了 那那种就是属于材料科学了 那再往下接就变成材料系 化工系 物理系 那些东西 那些科系在做的东西了 所以我们今天这门课呢 应该可以说是 认体层的基础 OK 那上接软体 下接硬体 好 那这里有几个系统程式 会比较碰到的核心问题 那核心的问题是 第一个 程式为什么可以在电脑上执行 这个问题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是有人可以用几句话告诉我吗 第一个 程式到底是什么 好 如果你用C原写 你会说 程式就是我打的那些字 那些字可以在电脑上执行吗 通常不行 对不对 那你要编译 那你们写C原的时候 你们用什么编译 你们通常用像DevC++ 对不对 那比较 另外其实还有很多C原开发工具 有些用Eclipse也可以 但是你所说的那个C原开发工具 往往都 你看到的是界面 真正它的核心是什么 编译器 编译器 DevC++它用什么编译器 有没有人知道 GCC 对 它用的是GCC GCC不是DevC++写的 它其实是另外一个 更大的软体专案 的一部分 那个更大的软体专案是 一个叫GNU 这个组织 GNU 这个组织 它开发了一系列的这种软体工具 所以现在 所有的嵌入式系统的产业 几乎都在用GNU的GCC OK 那 像 这背后的那些东西 其实就是系统人士所要讨论的 OK 那程式为什么可以在 电脑上执行 以你写的C语言而言的话 C语言为什么可以在电脑上执行 你先把它 用GCC编译成 ES1 ES1呢 就可以在 Windows这个作业系统上执行 但是你可以试试看 你把你的ES1上传到Linux上面 看它能不能执行 如果你没有灌虚拟机的话 应该是不能执行 OK 所以 程式为什么可以在电脑上执行 这件事情其实很远 你看到的 都是字元 都是文字 都是表象 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这个没有办法 一句话讲清楚 还蛮复杂 颇为复杂 那第二个 程式以什么形式在电脑上执行 你既然你打的字不能执行 对不对 那它用什么形式在电脑上执行 那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机器码 那什么是机器码 机器码是0与1 那任何的0与1都可以在上面执行吗 并不是 那什么样的0与1才可以在上面执行 好 这是第二个问题 那再来 如果你今天开了一台电脑 那台电脑没有灌作为系统 也就是说 你没有灌Windows 没有灌Linux 没有灌 没有灌那个OS 10 也没有灌那个iOS之类的都没有 那这时候你的程式要怎么让它执行 我们一般的想法是不能执行 对不对 我什么都没灌 我当然不能执行 但是呢 如果你以迁入式系统的角度去看 它需要一个Windows才可以执行吗 它需要一个Linux才可以执行吗 这不一定 因为现在迁入式系统有些都已经做到把整个Linux都灌进去了 但是呢 在比较精简的迁入式系统上面 而不是像智慧型手机这种迁入式系统 比较精简的迁入式系统上面 不灌作为系统是可以执行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 比如说 各位有人玩8051吗 就是单晶片 这里在场的同学 我问一下 有多少是高值上来 高值 请接受一下 高值的 请让我知道一下 后面那几位同学 好 换一下 那你们高值都是什么 什么科的 电子科 OK 有没有其他科的 都是电子科 那高值电子科 电子科应该有玩单晶片 对不对 有嘛 所以8051的城市 你需要灌个作业系统上去才可以执行吗 忘记了 忘记了 那 答案你会在哪里写程式 8051你灌8051的时候 你会再来写程式 在电脑上写吧 对不对 然后呢 怎么放上去 用USB上传对不对 然后烧录进去 那大部分的8051有一些是直接可以线上烧录的 有一些还要透过烧录器 你们都是用烧录器 你们都是用烧录器 对不对 OK 8051比较倾向于会用烧录器 因为它比较低阶 那事实上 当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的8051上面已经有一个Windows吗 应该不可能吧 没有人会在8051上面灌Windows 也没有这种东西存在 对不对 那你到底烧了什么东西进去 你知道吗 招着打 然后就进去了 OK 但是问题是 它烧什么形式的东西进去呢 不晓得 对不对 这个问题有点困难 那如果 有人玩那个 机器人 像我们系上 那个李金豪老师 已经去电子系了 那他 他之前都常常上机器人 那现在可能赵宇翔老师也会上 他好像这学期有开 有开那个Arduino的课 那应该算是什么 单晶片吧之类的 或者是 对 单晶片或者是机器人之类的课 那Arduino 这个呢 这个板子就比8051还要高阶一点 你直接插USB上去就可以烧了 那不需要说 我还得用个烧录器 那一样 还是有这个问题存在 我上面需要个作为系统吗 答案是不用 我直接烧进去就可以跑 OK 那 既然不用一个作为系统 我烧进去就可以跑 那 为什么还要一个作为系统 这里 有很多问题 但是你能够在你现在这台电脑 也就是PC上面 说我不要灌作为系统 我要跑程式吗 渐停做不做得到 做不到吧 我相信你 你也做不到 我也做不到 这很困难 为什么 因为 这台电脑 它不是迁入式系统 它不是设计用烧的 OK 当然 它也可以 你也可以透过某种方式 或许你 把这台电脑 用另外一台电脑接了 然后再把那台电脑的资讯 送到这一台电脑烧进去 然后再让它起来 但是 我还没有看过有人这样做 因为这样做实在是太诡异了 那 而且这台电脑是用硬碟的 它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你烧 你要烧它的BIOS或认体 其实它不是开放用来给人家烧的这种东西 那你可以把资料直接传到它记忆体上去执行 或许做得到 或许 但是没有看过 那所以 这里面有很多 看起来很简单 但事实上呢 你问大部分的人 即使是已经做了 做了30年城市的人 你问他们 这些问题 往往背后 都是讲不清楚 那这是我们这门课 想要传达的 那这是第一部分 我们想要传达的这门课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这门课呢 有一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呢 就是我特别为了 为了自己写的这本书 建了一个网站 那把一些相关的资料 或补充放进去 那但是这本书本身 没有办法放进去 因为这本书有出版 那那个出版商那边 有签约 所以当然不能够随便放上网 这样就 他们就卖不出去了 那所以呢 这本 如果你上这门课的话 你可以从这一个网站上面 找到我们所给予的相关的资料 那也有像程式之类的 有一些我都有放上去 那像比如说可以在 可以在这边 相关资源下载这边 就去下载到我们这本书里面 所给的所有程式 那里面呢 我有放一些投影片章节 但是没有全放 因为之前出版社不希望全放 但是现在应该可以全放了 因为我发现已经有人 直接把它放到网路上 把这些投影片都放到网路上 所以我自己放应该也没差了 OK 所以大致上这里 你可以下载到我们相关的资源 那这一本书各位买不买都可以 但是你如果不买的话 可能要跟人家借来看 这样子的话 你才知道我们的内容进度到底是什么 那详细的原理是什么 那你们上一届和上上届呢 应该都用过这本书 所以如果你跟他们要的到 你就直接跟他们要就好了 如果要不到的话呢 或者是跟他买 那如果他们也不想卖你了 那可能就要跟出版社去买 那你去 这本书应该现在还有货吧 我也不确定 前一阵子好像都没货 最近应该有货 你可以再跟出版社看看 那大致上我们的课程内容 会是这里 这个样子 第一个 先了解系统软体 这门课一样 我们会用DevC++来上 DevC++里面 其实就预设了有一个 耿路开发工具环境 那我们会比较 花比较多的时间 在这个耿路开发工具上面 这个点小 来 好 我们会花比较多时间 在耿路开发工具上面 那第二章 我们会讲电脑硬体的结构 那主要呢 我们会讲一颗CPU 这颗CPU叫CPU0 但是这颗CPU呢 你在市面上肯定买不到 因为 因为它没有生产 没有生产 那没有生产的CPU 为什么我们用它来上呢 因为这颗CPU是我设计的 所以没有生产 我没有钱可以开模 那一开模的话我就破产 所以不可能 但是呢 这颗CPU现在可以烧到FPGA上面 去跑 这点做得到 也就是说你可以自己灌一颗 自己的CPU到FPGA上面 FPGA是一种可烧路的电路 那我们把CPU烧到上面 可以跑 没有问题 所以 这颗CPU是用FPGA有验证过 但是 我们用它的目的是 因为 我们刻意设计的非常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的 目的是让各位 能够很容易的 了解 CPU的原理 那 了解了CPU的原理之后呢 我们就能够来看 什么叫做组合语言 那组合语言 大家 有人学过组合语言吗 在场同学 有没有人 电子系的应该有学过组合语言吧 高值是电子科的同学 你们有学过组合语言吗 有 有 OK 你对他的印象是什么 这个答案很不错 完全没印象 那所以我 我应该不用再问下去 但是 总有一点点 那么一点点 什么印象吧 真的 那组合语言 到底是什么 什么 你曾经 就 就 就不是说 今天 我可能对某个东西 我不了解 不是很了解 不是说完全不了解 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知道那个是面包 那个是馒头 之类的东西吧 没有 没有印象 好啊 那虽然我不知道 不知道面包怎么做出来 馒头怎么做出来 但是 我知道 那我有吃到面包 我也吃到馒头啊 对不对 这样 OK啊 好 那所以没有印象 没关系 那这门课我们会教 那我们教的组合语言 就是CPU0的组合语言 就是CPU0的组合语言 那 当然因为这颗CPU是自己设计的 所以它的组合语言 其实也是自己设计的 那这里有个问题 那我们写出来的组合语言 要怎么执行 好 那没有关系 因为我有写 自己写了CPU嘛 而且我还自己写了虚拟机 所以你可以用我的虚拟机 来执行这些组合语言 我还自己写了 主义器 还有编译器 那所以 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刚刚有讲过 GNU的那个GCC这个编语器 所做的那些事情呢 我自己做了一遍 但是当然比较阳春 比较简单的 那自己做了一遍 那所以我们会上到组合语言的部分 然后也能执行 那再来我们就会看到 主义器 就说我怎么样子 把那些组合语言 你打的字 打的一个一个ASCKEY CORE 从文字的那些东西呢 把它翻译成机器码 这个翻译的动作到底做什么事 那这个就是主义器 我们会 会说的 那再来 连结和载入 因为 如果你有韩式库 或者是你有好几个城市 那这时候就需要把它合并起来 合并起来之后编译 那事实上呢 往往是先编译完 变成一个目的档 然后之后再连结 这样速度会比较快 那这就是连结器的功能 那载入器是把它放到记忆体里面 就是把一个本来是在硬碟里面的东西 放到记忆体里面让它执行 那这里就有一些像 Gnu的连结工具 木地档格式 Lanex的动态载入技术 这些东西 好 再来是聚集处理器 各位有用过C语言的聚集吗 Define Define 如果你用过Define 你会发现Define跟一般的语法 好像不太一样 那Define这种东西是怎么做的 就是聚集处理器要讲 那再来就是高阶语言 那就是像C语言 那高阶语言 它到底是怎么设计的 那我们要用什么方法 才可以把这些高阶语言 转成组合语言 或甚至机器 那这是高阶语言 这一章要讲 再来是编语器 就是我怎么样把高阶语言 降式语言 转成机器 这是编语器所做的工作 那里面牵涉到的问题很多 像词汇扫描 运法剖析 语意分析 中间码产生 组合语言产生 最佳化 那这个编语器这个主题 原则上 很多像台青教他们都会另外再开一门课 就是专门讲编语器 那我们学校 没有这样做 因为 如果开编语器的话 应该没有人会来修 所以就没有开这种课 那我曾经开过一次 那我记得那时候小贤 刘伯贤一年级 就跑来修三年级的编语器 听得一头雾水 那就是 就是会 怎么讲 这门课 其实对很多人来讲都很硬 很硬 那又 这种层次都是又大 又复杂 那我们尽量把它变小 还是 还是不会很小 起码 我写过最短的编语器 大概500行 500行算很短了 GCC大概百万行以上 那500行 可以参考一下 那再来 虚拟机 虚拟机 是 怎么讲 就是说像各位 各位有上过任何课用Java的吗 到目前为止 没有 那但是各位有用C Sharp 对不对 那C Sharp 其实它编完之后 也是一种 虚拟 它跟Java一样 C Sharp是学Java的 所以它编完之后 跟Java一样 也是个虚拟 只是它后面 它还是ES1档 为什么它可以变成ES1档呢 因为反正作业系统是微软做的 所以它在作业系统里面 直接去解释那个ES1 虚拟码就可以 所以看起来好像可以直接执行 事实上它是虚拟机 那再来 作业系统 那这部分的话就又是另外一门课 而且这门课呢 我们系上就有开了 不用像台青椒才有开 那这门课 印象中现在应该是冯老师上的吧 印象中 而且好像当调的人超多的 我印象中好像有一学期 是40几个人被当调 那这门课 各位去修了就知道 那这一个也是很大的一门课 所以一般来讲 大部分的老师都只能讲讲理论 就结束了 那几乎没有什么实作 这一门课其实是很复杂的 那所以系统程式要包含这么多东西 那当然不可能把这个讲得很详细 那另外迁入式系统 这又不只是一门课 这个各位的课程里面 应该就有FBGA 然后呢单晶片 那单晶片可能用8051 用Adreno之类的 那还有潜入式系统本身就是一门课 有一门课叫潜入式系统 各位去看一下课表 等一下我们把课表找出来看 那另外还有 我们把课表找出来看 先把这个讲完 最后呢就是 这一张其实不是任何主题 它就是把前面的东西全部合起来 全部写成程式 就是这门课的最后一张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本系的课表 警大职工车队 这很有趣 好 那我们的课表 课表在哪里呢 课表 课程资讯 OK 各位现在是几年入学啦 诶日间部 现在是二年级的嘛 对不对 这个是你们的课表 对吧 好 好 那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 太小了 根本看不到 诶这样还是有点小 再大一点 好 来看一下 像刚刚我们看到的哪些东西跟我们的课 刚刚是看到这里 刚刚是看到这个 就是迁入式系统 迁入式系统 我们有哪些课跟迁入式系统有关呢 可以看到 第一个迁入式系统概论 这是迁入式系统有关的 机器人其实也跟迁入式系统有关 那因为机器人通常也是迁入式系统 那再来这里就没有看到其他的 再往下看 往下看你会看到 像Linux作为系统实物 这个跟系统程式也很有关系 因为它就是 刚刚讲作为系统 也是一种系统程式 那所以这个Linux作为系统实物 这也是 那再来的话呢 还有什么 网路与多媒体学程是比较少有关的 我们有一个迁入式系统选修 这个几乎都跟迁入式系统有关 单晶片啊 然后尾电脑啊 迁入式系统为处理器 迁入式为处理器系统 机器人 高阶硬体描述语言 这个HDL之类的课 那FPGA这些 迁入式行动机器人 所以这整部分 SOP7 这都是跟这门课有关的课 所以粉红色这部分 几乎都是跟现在系统程式这门课有关 所以大致上它关联到的东西很多 那这门课好像是新开的 iOS程式设计 所以用红色的 因为那个李希杰老师开的 就讲那个苹果 iPad iPhone的那个程式设计 那我们隔壁隔壁那间教室一直还没弄 不是还没弄是电脑都还没来 那就是之后应该会在那边上这个课 不过这个就跟我们这门课系统程式比较没关 粉红色的这是比较有关的 所以大致上我们这一门课 所会上的内容 大概就是到 到这里 就是一直到迁入式系统 就结束 好 那这是本课程的内容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 待会再来继续